大家好,我叫Charlie 現在在天方工程裏面做助理工程師 同時亦都是香港工程資學會的初級會員 我在入行之前在理工大學收睹屋與裝備工程 選擇加入工程這個行業是因為我中學的時候看了一個電視節目 那時見到一個工程師在醫院裏面進行安裝和測試冷氣系統的過程 我看到之後就覺得很有趣,從而令我投身這個行業 屋宇裝備工程涵蓋的範疇相當廣泛 其中包括它有冷氣、電氣、水喉和消防工程 而我最近一個工程項目是幫一個在粉凌的新公屋商場安裝冷氣系統 我們安裝的冷氣系統會將新鮮的凍風傳送到每一個商場的舖頭 同時亦都會將室內濕移的空氣抽走 為顧客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進行購物 而另外我們亦都在商場的停車場安裝了通風系統 因為汽車在行駛排出的廢氣會積在停車場內 所以我們會透過我們的通風系統將室內的廢氣抽走 然後排出到室外 最難和我的經歷是在去年幫一個中環的活化古蹟進行修建的工程 其中在裡面我們進行了很多美化的工程 例如在室外的地方 我們幫一些欄杆、水龍頭罩進行配件的更換和安裝 另外在廁所裡面我們鋪了一些特色的地磚 以及換了它的燈座 就可以配合古蹟本身的歷史風味和藝術性 而談到這個項目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加裝新的閉路電視系統 因為在加裝新的閉路電視線路之前 我都要先和設計師很悉心仔細地 嵌查一下現場 然後再和它去商討一下 去減低古蹟外觀上的影響 而且因為古蹟的碩屎強度會隨著歲月而變弱 所以在加裝新裝置之前 我們都會去做相關的碩屎強度測試 去確保它的結構安全 和承受新裝置的重量 每一單工程對我來說 都是相當獨特和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每一棟建築物都有它個別的用途 而為了滿足不同的特別需求 我都需要選擇和安裝適合的設備和系統 作為一個屋宇裝備工程師 我希望將來都可以繼續透過工程 去為市民提供舒適的環境去居住生活 和別的領域 在未來的城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